这是从去年的十月中就发生的事情 就已经对他开始展开的霸凌 到今年的三月二十七号 我们的妈妈市长 那个最重视骨关空气的那位妈妈市长 才对他说第一次话 那这个案件有做什么处理吗 到底学校做了什么样的处理 台中市政府做了什么样的处理 我们到目前为止完全没看到 更令人痛心的是 这是今天中午的讯息 今天中午又一个高中生 因为导师检查他 说他私自带手机 这个选号规定是不能够带手机 所以他从四楼跳下来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我们同学们 有任何问题 千万不要 不要想不开 要找我们的生命线 找谁都可以谈 人本基金会 对 像刚才那个高中生的 他是找了人本基金会来帮忙他 虽然是很不幸 家长找了人本基金会 在才让这个事情在事隔半年多以后才曝光 才迫使了三月二十七号 这个卢市长 卢妈妈市长 他才出来第一次对这个事件有所回应 如果不是人本基金会 如果不是这个事件在网路上面 已经获得了非常多家长他们的愤怒 那因为这个愤怒看不到台中市政府有任何的回应的话 我相信台中市政府可能就觉得可以像新北市政府一样处理恩恩爱 这个事情就会呼呼的 就会火起 但是今天中午又发生了另外一起的事件 也是在台中 也是在台中 我要请所有的同学或是所有的家长 如果家里面的孩子真的在学校里面遭遇到了被霸凌 或者是其他的不愉快的事情 一定有人会愿意帮你 我相信大人绝对会有人愿意帮你 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因为那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 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心里非常难过 其实我在小学教书 我民国六十七年我在小学教书 一直到七十三年离开学校当律师 可是后来也不断的 我也在很多学校兼课 到现在也还在海洋大学兼课 我还是海洋大学的教授 所以我一直从小朋友交到研究所 交到研究所 小朋友交到大人 其中还有年纪比我大的 所以我一直一直在提到说 这种教育真的是良心事业 可是我们看到发生了这个事情 所以佩文姐 你看 刚刚小方又提到说 今天又一个 然后这个男高中生 他本来是个知幽生 他是个知幽生 他在国中的时候是个知幽生 家长认为这个孩子是非常优秀的 可是学校怎么骂他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你是社会败类 你是垃圾 叫所有的同学不要跟他在一起 一个高中的孩子才几岁 那为什么这个学校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 卢秀燕你自称是妈妈市长 一个台中的妈妈市长 你怎么会放任你的这个手下的学校 因为这个高中绝对不是一个新出来 冒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高中 他是一个非常有历史 而且在台湾呢 这个过去培养出非常多优秀人才的一个高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 而卢秀燕你绝对不能够置身事外 因为这件事情你妈妈市长如果还要叫下去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负责 所以真的教育局在睡觉 其实我刚刚听主持人说这个一直在台中 然后迂会也讲 就是说发生那么久 然后没有没有 大家不知道 你知道我比较好奇就是我们常常看那个那个 好像应该叫做民调这些执政的县市 哪些人的表现怎么样 讲到卢秀燕的话 他这一次满意度最高 然后台中人的光荣感也第一名 还有人要征求他去选总统 所以我我现在对这个每次做这个民调的这些机构 我我存疑 因为那时候也讲新竹市桃园 每一个都是第一名 为什么最后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被隐瞒呢 还是这个调查有问题 而且是大人霸凌小朋友 是学校教官 不是学生霸凌学生 教官 而且是教官 然后老师校长 所以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说 你知道你同学霸凌 我还可以反抗 可是如果是大人霸凌你 你真的会吓到 而且大人会用他的职权 诠释 去影响旁边的同学 对他继续霸凌 他的权威在那边 小孩子会吓到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他最后没路可走 只有亲生 他真的已经没路可走 对啊 因为 因为老师霸凌他 教官霸凌他 校长又不保他 校长不保他 讯导主任就是学务主任霸凌他 然后同学当然会听老师的话 也霸凌 他已经不知道 同学就在旁边冷笑 我觉得他根本无地自容 没路可走才会这样子 尤其知优生通常比较老师 比较乖乖乖乖乖型 就是说不是那种很调皮会反抗的问题 所以这种东西会发生的话 所以我 我你知道我不是今天才要垂疑 我一直就对这个满意度调查有意见 其实 所以我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那个满意度 你调查有没有落实 然后还是台中人根本没感觉 不知道这件事也被掩蓋了 可是他家里面绝对有亲朋好友 是 也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 拖了那么久 所以其实一个知优生到了高中 会偷抽烟很正常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都偷抽烟 我们还没到高中我就偷抽烟了 为什么 有人在抽好奇嘛 那个时候大家好奇嘛 那时候最好奇还要买三分你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有卖那个散烟 一次买两支 有没有 一支五毛钱 两支一块钱 记不记得 有没有 还可以买散烟 然后你买散烟 他还送你一个火柴盒 结果里面只有一根火柴盒 对对对对 在西门町常听到什么 这个佩文姐了解 然后抽烟又怕被教官抓 就跑去哪里 跑去红楼戏院 现在的红楼 以前在当戏院的 在做戏院的时候 躲在那边厕所 偷抽几口 然后抽了以后就呛到 真的昏奖拍夹 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奇嘛 高中生他在转变 一个社会在转变的时候 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霸凌他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台中市政府真的有问题 尤其颜宽人这件事情 后续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 接下来会怎么样 不过今天还有个很重要的讯息 这个讯息啊 本来会被马英九给盖掉 因为马英九跑去访问中国 结果偏偏发生了一个沸沸事件 所以马英九现在似乎跟沸沸比起来 只有四趴的大家的关注度 那沸沸有九十六趴 那今天小英出访了 大家所有的焦点又回来小英身上了 所以我们看看小英今天出访相关的报道 为首相宋基官员致意 睽違三年总统蔡英文再次出访 展开围棋十天求夜的民主伙伴 共融之旅 蔡英文依照惯例发表演说 传选三个讯息 台湾会坚定的捍卫自由民主价值 持续的做国际社会良善的力量 台湾是全球供应链 重组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会抓住更多的机会 加强和友们国家合作 为全球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贡献关键的力量 不仅要捍卫民主价值 跟澳汉友邦或是理念相近的国家 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尤其沃战争K打后 台海局势受到全球关注 连带牵动台美中三边关系 也使得总统这趟过境 美国东西岸的行程备受关注 去成纽约收到知名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 获颁全球领导力奖 但传出演说过程不公开 翻称过境洛杉矶 在雷根图书馆的演讲也有变数 和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会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辅方也还在沙盘推演中 但中国却已经忍不住跳脚 那么将是又一起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损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 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矮静自信 不屈服 不挑衅 台湾会坚定的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走向世界 我们看一下小英出访相关的一些报道 启程访问中美洲的友邦 蔡英文 蔡英文要说得很清楚 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台湾走向世界 那怎么讲呢 这趟出访要向国际社会展现三个讯息 外来压力不会阻挠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会持续追求和有盟国家的共荣发展 进行更密切的交流 那我们看看联络报怎么讲 他说气愤为妙 美国临时喊停蔡总统过境的简报 他里面就在出发的前夕 美国国务院亚太驻卿康达临时延后 针对蔡过境的简报 白宫国安会重申蔡过境美国 并不罕见 这是非官方的过境 此外美国官员没有计划要与蔡碰面 这个有意思 请问国会议员算不算美国官员 好像不算 不算的话 请问国会议员有没有影响力 如果没有影响力不算官员 那众议院的议长 为什么是美国第三号人物呢 所以大家去想这个 等一下我再把法律关系来跟大家讲 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 蔡总统过境美国 美中关系再受考验 那现在我们看看格莱伊怎么讲 格莱斯特她说 但倘若此次过境不妥善处理的话 中方最后能可能高调的展现军力 美中之间会产生更多的摩擦 所以她说这次虽然蔡总统的美国形势 是为了避免麦卡锡访台 刺激中共 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避免麦卡锡访台 避免刺激中共 那已经释出很多的善意了